做人要看开一点 成为你的品质 不计较是不是可以更富有 在我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话题之前 我很想分享两个故事先 第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卖鱼头粉的老板 他的生意非常好 很多人都会去想 为什么卖鱼头粉的老板生意那么好 原来除了他的鱼肉新鲜之外 汤好喝之外 就是鱼头粉的老板 对他的客户从来不计较 有时他会送多一点鱼肉 有时他会送一些小吃 有时他会送一些饮品 所以鱼头粉的老板 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客户喜欢去那边 吃他的鱼头粉 第二个故事 有一位经理 他非常得到老板的疼爱 因为这位经理 除了喜欢亲力亲为 一手一脚踢在工作的时候之外 就是时间上从来不跟老板支交 他心里面只是想要帮到老板的生意罢了 当然这位老板对经理肯定也不会计较 给了他的福利和收入也不少 所以他们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做人要看开一点 成为你的品质 它是一种宽容 真诚 智慧 远见 和责任 因此也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和财富 做人不要紧紧计较 是性格里其中一种人性的优点 不计较可以更富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